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希望大家会喜欢 特南克斯这个角色出现在游戏网的怪兽卡牌中 伟大的战士泰勒 而这一张卡牌世界上只有那么一张 它珍贵的地方是卡牌背后的故事 2007年 一名叫泰勒的12岁小朋友 被验出了患有癌症 而且由于家中的经济条件不好 泰勒只好拒绝了接受治疗的机会 泰勒他并不想死 他才12岁 平常最爱看日本动漫龙珠 还有关于日本忍者的传说 当然他也是一个游戏网的爱好者 然而泰勒却因为病痛的折磨 完全丧失了战胜病魔的勇气 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 传到游戏网公司走不去了 公司决定 为了让这个孩子找回战胜病魔的勇气 公司要为他量身打造一枚 只属于泰勒一人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卡牌 最后 当然泰勒奇迹般的战胜了 潜伏在泰勒身上已经接近晚期的癌症 而游戏网卡牌公司 就是用龙珠里的未来战士 特南克斯这个角色来鼓励泰勒的 希望他能迎接自己的未来 这段故事还真的很感人 害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特南克斯未来人的剧情的灵感 是来自美国电影《魔鬼终结者》 《魔鬼终结者》和特南克斯片的剧情 太相似了 鸟三名受到这部电影的启发 而制作出《撒鲁片》 这篇章中跟《魔鬼终结者》一样 都是在讲述未来被机器人统治 有一个未来人回到过去 警告人类未来很危险 而特南克斯跟《魔鬼终结者》里的康纳一样 在未来一直跟机器人对抗着 不过不一样的是 《魔鬼终结者》的机器人是回来杀人类 而特南克斯是要阻止 17号和18号的创造 当然这一篇章中的大魔王撒鲁 跟《魔鬼终结者》的T1000 一样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力量强大的让人毛骨悚然 在战斗中 赛亚人的尾巴有很大的作用 盯着月亮看会变成大行星 所以对于赛亚人来说 尾巴是他们的骄傲 赛亚人是非常乐意 让自己的孩子继续拥有尾巴的 奇怪的是 我们第一次看到婴儿特南克斯 是没有尾巴的 当然是为旁边的地球人 知道尾巴的危险 为了自己的安全 最好还是把赛亚人的尾巴给拔掉 但是 被机器人应该不会允许 别人拔掉自己儿子的尾巴 那可是赛亚人的象征 此外就算特南克斯的尾巴被拔掉 我们知道赛亚人的尾巴是会长回来的 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 特南克斯拥有自己的尾巴 鸟杀鸣失望了吧 其实特南克斯在不同的时间线上 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未来特南克斯是一个孤军作战的战士 独自一人面对17号和18号 但是反观 主故事线的小特南克斯就很不一样了 被吉塔归为赛亚人王子 他的儿子自然是赛亚人的鬼族 加上母亲家大业大 有花不完的钱 简单说 小特南克斯已经符合了小开的条件 不一样时空的特南克斯 有着天堂与地狱的命运 鸟杀鸣喜欢用一个主题来命名 类似相关的角色 像是纯种的赛亚人的名字 都是以蔬菜水果来命名 而不马家庭里 鸟杀鸣继续这样做 而这一次他用的是男女内衣库来命名 特南克斯的发音是 也就是男生用酷的意思 萨鲁片中有很多有趣的剧情 例如剧情中有着不相关联的时间轴 因此某些人在一个时间轴死去的话 也不能保证他们在其他的时间轴 同样会死亡 萨鲁在未来把特南克斯杀了 抢了时光机回到过去 而在主故事时间轴中 萨鲁变成完全体也杀了特南克斯 所以萨鲁一共杀了特南克斯两次 不过特南克斯也同样杀了萨鲁两次 一次是在主故事时间轴 破坏了格罗伯式的实验室 杀死佩泰把的萨鲁 一次是回到未来 把还没有进化的萨鲁杀掉 双方扯平都杀了对方两次 特南克斯这个角色 原本是未来战士拯救过去的时空 但其实他回到过去 根本没有帮到悟空一伙 反倒是越帮越忙 第一次回到过去杀掉佛丽莎父子 其实就有一点太无血 因为那时悟空其实已经学会了瞬间移动 要赶场回来地球对付佛丽莎父子 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 特南克斯的介入其实很没有必要 更好笑的是 就是特南克斯的时间旅行 跑来跑去 让萨鲁这只怪物回到过去 其实他这么一回去没有帮到悟空 反而给了Z战是一大堆麻烦 这家伙把一切都弄得更糟了 其实穿越时空的剧情 一向都很具有吸引力 但是剧情处理不好其实也会出现很多BUD 一开始鸟山鸣就让大家清楚知道 一个时空是不会影响其他时空 因此特南克斯无论在过去做过什么 都不会影响未来 时空是独立存在的 但是我在好奇 为什么特南克斯不回到过去利用龙珠 让他时空的Z战制都复活呢 如果这行得通 他不只是把过去搞得更糟的家伙 而且还是一个把自己时空搞砸的家伙 在特南克斯的时空 悟空是始于心脏病 贝基塔乌范和许多Z战士 都死在17号和18号的手上 布马发明时光机 不是叫自己的儿子回到过去 启动龙珠将死去的朋友给复活 而是任由特南克斯回去耍废 还把杀鲁带回去了 显然未来的特南克斯和布马 都没有想过利用龙珠 他们只想到回到过去 特南克斯虽然个性上 一点都不像他的爸爸贝基塔 在性格上 他们两父子很难找到共同点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他们的死相 贝基塔第一次被弗莉莎杀死 是被弗莉莎用光束打穿心脏而死 而不久将来 特南克斯也被杀鲁用光束打穿心脏而死 他们两父子被人杀的时候倒是一模一样 特南克斯是第一个不是黑头发的赛亚人 但是他头发的颜色到底是紫色还是蓝色呢 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他妈妈的身上 布马刚开始在漫画的设定上 头发是紫色的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动漫 他的头发就变成了蓝色 特南克斯原本设定是紫色头发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龙珠超就变成了蓝头发 但是有一幕非常奇怪 小特南克斯是紫头发 大特南克斯是蓝头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还能分享特南克斯其他有趣的事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关注的记得订阅关注 我是孟小佳 我们下期见